《中文》 回到第二節 講這個問題之前 其實有一個很實際的經驗 反而可以印證這件事對明錯 如果你說要去冰封的地方 當然不是我們兩個人都有條件去做這件事 但是探索古墓 你和我們都有條件 是 李正屋邨那個 李正屋邨那個就不是很深入 不是很深入 巡邨王那個 但是起碼譬如說 長沙哥馬雄堆我去 我也去過 你就應該去過在陝西 那個鯉山那個兵華蓉 我覺得你以前提過一件事 因為當年你去的時候事實上也都沒那麼普及 都是探了沒多久 它也都不是很深 但是你一探到古墓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是不是有些生物在那裡 你以前沒見過的 就是了 有的 肯定有的 因為我去那個時候就1988年 這樣就已經挖拔了一段時間 都不是很久 都是十年左右 不是 它公開就不是很久 但是我們去那個時候 它那裡都有一個 正正你現在說這個 那我回想起 對 他們當時都當成是 一個叫做 西安那邊有感冒 有些很古怪的感冒菌 那些感冒菌 就是最大的那種叫做病原 其實我們覺得 你聽感冒菌 你不要真的說是 感冒其實是一個很 general term 而是 他只不過告訴你 你的身體裡面 你有了一些外來的 可能是病毒 可能是細菌入了你那裡 就使你有一些身體上的反應 有嚴重有輕微的 但你不知道是甚麼菌 那個症狀是很古怪的 因為1888年的時候 感冒的症狀是怎樣呢 即是說你會窩血的 你小便那裏就會窩血 差不多都近那些伊波拉 似的 還有是七日之後 你都沒有好好的解決 就出事了 你是不是七日含笑釘 其實那時是很嚴重的 因為我去那裏也是一個電影的 我們要慢動作重播 你不一定是那個古墓有關的 有 我細節三年兩月講 因為我們其中有一個老闆 他是香港人來的 他做監製那個 他就中了 我們很怕他七日之後 不過他沒事了 他現在都很出名的 不過最關鍵 他們的醫生和當地 是很實在的研究 他都說是應該是有些菌 是在那個古墓那裏 它不單止是一個巡王墓 因為當時就是 也都在那裏 就發現了整個叫做西漢的古城 那個古城 我們多多去的時候 已經掘到剛剛的頂 說真的這個真的很像 H.P. Love 法 那裏真的 很像 而他關鍵 他就說他裏面有一種 因為我們那時都看到 有一個解放軍 他都捉了幾隻給我們看 就是有一些很細微的 但是 細微的 我們看到那時候 是比一些沙粒更細的一些生物 那麼它呢 是赤紅色 那個紅是比這個紅 是生物來的 是會動的 它那個叫做血塞 他說這些就是在那些古墓 尤其是 就在挖掘那個兵馬俑的時候 是發現有很多這些 微生物 這些塞 就在那裏就發現了 而且醫塞 你看到它紅成這樣的時候 肯定是很有毒 就是這樣的 那當時我們都看到 還有看到那些塞 他都說你不要碰 因為他都是用手紋這樣來 弄給我們看 然後按出來的時候 是血來的 馬上變成血 那這些就是 好像台長所說 古墓裏面那裏 這種就叫溫性的生物 如果你說北極 但是這樣說 如果你不挖它 就不出來 就是你不挖它 就是它混在裡面 它在裡面 它其實是不斷滋生的 就變成 那個就是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 但是這個又很奇怪 就算是古墓 它不是封死了 它不是真的封死了 如果你說這麼小 其實它應該可以 走出來 它有些地方是密封的 也有些地方 有人都是懷疑 它可能這些菌 是可能一種 當是一種 它們叫守務的武器 故意在那裏 故意在那裏滋養出來 就好像一種古的文化 古毒 有這個可能 但是剛才你說的 你要補充的是 那些人如果染了之後 那個病徵會怎樣 它第一 它就整身會發燒 很滾 然後到你會 那時候 就已經是很嚴重了 因為那時候 它一定要住隔離病房 如果隔離病房裡面 那裏 就要在那裏觀察 它有藥 可以醫治的 但是因為都是新的病 就不是太反對 我估計是抗生素 是 那它們都計算到 隔天又好像沒事 精神回復 然後第二天又溫溫等等 那我們當時 我們去那個時候 就是知道 其中一個香港的一個監製 他已經進了隔離病房 我們都去冒險去探討他 因為他給了錢 所以都要探討他 其實是很擔心的 怕他有事 很幸運 他現在都做健在 那你再知道 有沒有人在那裏死了 死了很多 因為在當時 那個西安那裏 因為八八年 跟現在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2004年 都去過一次的時候 都覺得整個地方 就改觀了 因為當時 就是那個叫拆城 西安那時候 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說去旅行 來說 不要說他們是香港人 就算他們內地的那些人 他們都說不是那麼容易去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個地方 那些治安很有問題 雖然都有一些 酒店 還有尼克遜 那時候都去過 但是就在那裏那時候 就是 譬如好像這些這樣的病 或者那些 在西安那裏 就流傳得很厲害 而那種 那種叫做感冒病 是剛剛那一刻 就是八八年那時候 是突然之間 是湧現出來 他們應該到目前來說 應該到目前來說 他們都是引證 就是應該在古墓的那些 血塞 還有有一種叫做白線鼠 他說有一些老鼠 你會看到 很小隻的 但是他就在那個嘴 那裡 剛剛有一條白色的那些毛 那些線 叫做白線鼠 他說這些老鼠 他們都相信 就是在古墓那裡 吐了很多袋 那現在就出來 但是如果被它滾過 那些你洗得不乾淨的時候 那些食物 或者你坐的地方 你如果有一點點接觸 你都會生產 很多這樣的病毒出來 等同於我們以前 就看那些什麼鬼 就是道武迷城 媽媽那些 就是今次塔裡面的那些 那些怪物出來 不過再補回一件 因為你令到我想起 我們今次說的 極地難不極的那些病菌 那個呢 我印象中 我記起 在1214年的時候 全世界 尤其是香港都很嚴重 1914年嗎 2014年 2014年 那些孕 那些孕 那個孕 那些孕 就是你一個一個 滿足 那些孕 那孕 那這種昆蟲呢 就突然之下 在香港實現了很多 很多 就是其實是很冒謠 而呢 很多人都說 那種孕 和平時看到的孕 elemental是不同的 是變種的孕 也有人說 以前很多人都說 南北極的冰塊的溶解 這些是古老的滿 這些滿又再翻出來 變成了一種叫做 不斷增值地去生 變成全球都是一個很嚴重的 那種叫做昆蟲的無緣無故暴增的一件事件 是差不多一二一四的時候 但是那個理論上對人體沒什麼大的傷害 不是啊 香港那時候我們都要治悉悶 他就說如果你被他咬傷的話 有幾隻咬多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生理的反應 喉口乾或者什麼的 詳細我都不太記得 但是總之我們真的看到很多那些滿 而那時候都是有搜集的那些新聞的 剛才你說到的就是 譬如說這些古墓 或者總之它不見光很久 它見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冒了這個風險 就可能會釋放了一些 我們不知能的一些生物 所以我一直看那些動武仔羅拉 都覺得他自己拿來沒理由會這麼健碩的 穿短褲或者穿背心的走入古墓 出來的時候一定已經中了彩了 事實上我們那時候也去了幾個古墓 其實那個十三皇陵我都有去過 有好幾個去的 在西安那個都不是那麼有問題 那你去那個長生那個 我也覺得那個就真的很有問題 因為那個基本上我懷疑 如果你相信那些裡面有些咒了的話 其實那個都不是應該去參觀的一個地方 去到我也感覺不太不舒服 不舒服的 那是很陰涼的 濕氣很重的 但是濕氣很重的 它的屍體又保存得很好 他也有個玻璃箱弄出來了 但其實都看得到心寒的 我都懶惰的 在那時候就被不知什麼生物咬 咬了咬 在那個指南館裡面那裡 我回到那時候看到 我的腳背是瘀了的 是然後咬了那個位那裡 就是痛的那個位那裡 是發大了 好幸好就是立刻發現 以及立刻去防範去魚 這些就有時候就可能就已經中了病毒 那看看你自己的身體的免疫能力是怎樣 是 那這個就只不過是一個 就是三十日常識的例子 因為這些很多人可以去到參觀 只不過就是第一期那個發掘 就要看看 他自己的防範的措施做得好不好 因為類似的情況 事實上我們原本應該在神秘之夜裡去做 但我們從來都沒有做過 就是發掘圖振卡門的官的時候 那些人後來怎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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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很經典的 小說 因為在神秘之夜的時候 然後又敗血病 敗血 這樣就死了 那這個你可以用剛才我們那個方法去想的 就是不是他咀嚼而是說他在那個發掘的過程中 他沾染了很多在那些封閉了裡面的病毒 或者是菌 就導致到這件事 是的 那這個尤其是說回到那個馬王堆那裡 我印象中我記得那次我去參加一個飛碟會的 就是一個裡面的中國的一個大會來的 而是五月幾六月的時候應該都是長沙 最主要是夏季五六月天的時候是冷得很緊要的 是晚上那時候冷得很緊要的 那這個我想陰寒裡面更加容易令到這些細菌滋生 那你會看到有分別的 因為譬如在西安的那個那個那些古墓那裡 其實它是熱的 那但是熱就是有溫毒 那在金字塔那裡我想那些都是熱的那些溫毒的細菌來的 那有些就是陰寒的細菌 有分的 我想有些專家都看到這些菌的那種類別的 那至於在北極或者南極那些 現在為何要去找呢 這個要找的其實在所謂我們現在很自覺的全球暖化之前 要找的原因就是要看一下這些菌 它在一個極地的時候 譬如很熱、很冷、很酸、很極端的情況之下 這個就是歷來 譬如在歐美的科學家 它是很著意去找的原因 因為如果是的話 就是可以引證一件事就是 即使不在地球這樣的環境之下 那些生物都可以存在 譬如說是火星 譬如說其他這些星球 所以這個就是當時的動力 我們上一陣子之下 我們都已經說過 譬如說 擦一枝一個沙發 擦到冰塊那裡 抽了出來 跟著去這個化驗那裡 去看看這些是什麼東西 它們生存的狀況是怎樣 現在其中一個就是因為雪櫃壞了 跟著又被打破了 那便是 那這個是真事 對 因為兩樣東西 除了看看它有沒有其他地方 是可以令這些菌生存 第二就是研究之後 亦都可以怎樣滋養一種新的菌 這個就是最關鍵的 是真的有做的 那個稍為具體的個別例子是什麼 就是譬如他找到三萬年前的冰 他們可以找出一些病毒 這叫做超級病毒 或是巨型病毒 你不要聽到這個名字是害怕的 這個病毒是超級不等於 它的殺傷力很強 這個病毒為何叫巨型病毒 就是因為它的體積很大 比現在我們一般有研究的 HIV的病毒大十倍 應該就是我們現在看到最健碩的病毒 不過它不是打人的 它不是傷害人的 它是傷害什麼 變形蟲 就是變形蟲見到它就糟糕了 但是見到人就不是那麼糟糕了 因為它會入侵在MIMA的內部結構 但是它入得MIMA不等於入人類 不過剛才幾圖說的就是 他們找了之後回來 去嘗試去做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當然是令它先睡醒 就是先回生 活躍 於是對於這些病毒或菌 有一個說法叫喪屍病毒或病菌 它原本已經死了 但是這個死可能是假死 好像木乃伊一樣 是的 它藏在什麼呢 所謂Permafloss 就是永久冰土 這些永久冰土大概就在北極圈附近 其中最多應該是在俄羅斯那邊 留下自己的那個菌 或者它的身體 又或者是Tundra Tundra就是冰土大 或者是桌原冰原 就是一些應該是草地 就是在那個 南極裡面那裡說它留下很多這些 就在俄羅斯那個地方 北極的 就是北極那頭的 發生過什麼事呢 大概是幾年前 應該如果沒有記錯 2016年也不是幾年前 前年 就在爆發了碳錐病菌病毒 那為什麼要爆發碳錐病菌病毒 很簡單 因為原來在很久很久之前 碳錐病毒藏在冰裡面 它一推出出來的時候 原來還可以有殺傷 結果殺了很多鹿 不過有一條小孩這樣死了 這個就是整件事的那個 現實上的靈感 即是說這些事情發生了 它是不是去到你可以推斷到 就是現在跟我們現在遇到那個 殺了那麼多人的流感有關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是神秘學歷的 但是去到那裡就真的爆發了那件事 是 文說烏克蘭的那個飛機意外事件 就是跟這些病毒有關的 為什麼我還沒聽過 這個是什麼 我聽過是這麼多的 哈哈哈哈 還沒引證我 不如說給這些病毒的意思 為什麼會 還沒引證我 總之馬航 又是馬航的第二件事件 你說的這麼多的 那個是中飛彈的 你跟這些病毒的關係 其實裡面有 是運運的一種病毒 你沒有聽到這個 你說的這麼轉接 你小聽他也是說的 裡面全部就是 你的意思是話 就是那個馬航裡面 有人拿了這些病毒的素素 上機 這個我聽過 由於是這樣 有人要偉師面積 於是就被罵了他 這也是傳聞,但很多人都說過 只是提醒一下 但這些證據就是什麼 不過他也是牽涉到跟古老病菌有關 米瑞尼可以遲些汇水落石出 理論上大家不需要那麼驚訝 他現在爆炭醉菌出來 只是個別例子 一般來說,他會安慰人 這些病毒或病菌 其實沒有生命力 就算有些人曾經想復活 即是想令到他重新活躍 都做不到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那麼擔心 這就是官方的說法 他最重要的是在科學裡面 未曾找到一個確實的關係 是這樣的 因為他近兩三年 如果你真的有留意病菌的進化來講 其實都已經爆了很多出來 甚至大腸鋼菌也是 三門士菌 現在最新的病菌應該是什麼 我忘記是臨病還是什麼 最新的病菌就是抗生素都頂 就是抗生素都頂不住 這是近兩年 如果你真的有留意 尤其是在醫院 突然變成重災區 因為他們都發現有很多病菌 以前可能曾經都已經用抗生素 可以抑壓到的一些舊病菌 但現在就有一種叫做新的轉化 台灣也曾經出了一本雜誌提及 現在醫院常常都會遇到一些五十多種病菌的變種 有八大變成了八大病菌 大腸鋼菌也是其中一個 後面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事實上也不是太久之前的新聞 大概兩年都不及年多 就是講到在西伯利亞爆發碳醉菌 他亦都不夠勉強地說 估計是由於所謂的永久冰土的溶化造成 但如果你看這個 你都要有一個擔心 因為現在不是溶太多 你真的溶太多 當時出來會是怎樣 就沒有人告訴你 這個牽涉到整個過程 現在都差不多五分一左右 溶了 還有一段時間來的 不過是特朗普就說沒事了 那不是只有他說的 也沒有針對他 這個問題大家爭論已經很久了 無謂的原因大家感受到 就是現在的天氣是怎樣熱發 你就不要說現在好像很暖 突然間很冷 其實就不關這個事 其實是更嚴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直在北極那裡 是有一個大概打風的一個風暴 每一年都有的 原來現在是散了 那些冷空氣是走到我們附近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 由於它這麼冷的空氣走到我們 就是那裡上面是暖了很多 這裏呢 這個西伯利亞這裏呢 那個碳醉病菌 為什麼會估計和暖化有關呢 因為是去到35度 你死吧 現在35度 是啊 那這樣熱發的時候 就是什麼 就是這些溫度 就是跟溫帶的那種熱 都是一樣 當然不是長年是 是突然間有一個這樣的升溫 那就導致到是什麼呢 就是 它有一個具體的解說 是一隻已經藏在雪裡面 就是這個冰封裡面 死了75年的屍體 溶了出來 所以就爆了這單碳醉菌 原本的解釋就是這樣 就是找到它的內容 就是找到了 就是看到這隻 之後 有些人就染了淡醉病 雖然不是死了很多人 但是呢 很嚴重的 其實都是 因為它會到處來廣傳 它不是死了很多人 不過死了二千隻鹿 這個就是 當然影響了生態 這個就是當時的狀況 但是這個就沒有什麼 大家提了之後就算了 也不會再找回這個問題 至於說 剛才提到 就是有些人想回復它 其實這個已經有很廣泛的報導 你現在看到這個就是 有人想在西伯利亞的雪裡面 三萬年的雪裡面 在椅子裡面想 在椅子裡面想 尋找一隻病毒出來 是 有古老的菌 是 是不成功的 大家不用怕 是不成功的 這個報導說是不成功的 新聞說的不成功 這個是2014年的 這是什麼的病菌 有沒有細節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超級病毒 即是說很大隻 但是很大隻 大家不用怕 它不一定有很大殺傷力 即是等於我們第一節說的 H.P. Lovecraft 那隻怪獸 你不用怕它 因為怪獸是基本上沒有殺傷力 是 它是樣子怪的 它可能會變成了其中一個 生存的物種 如果它翻山的話 是 我們會接受一種叫做新的物種 這個就不是對人有害的 剛才我們說過 這個他已經說過了 對人是沒有害的 不過它是殺什麼呢 是殺變形蟲 現在是古老變形蟲 即是說幾萬年前的變形蟲 他所謂對人沒有殺傷力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壟斷的解釋 因為可能這個細菌 它在初期生存的時候 根本人都還未出現 但當他現在翻山的時候 可能因為他肚子餓 什麼都要吃 這個幾道哲學說的 這個就是有一種擔心的 即是說 其實你會看到 現在地球暖化的時候 就有很多我們以前不知道的一些物種 或者一些叫細菌 然後我們就發現它原來存在 原來它可以有辦法使它翻山 因為它只不過是用一個 好像被冰埋藏了它之後 冬眠的狀態 冬眠的狀態 它可以再活躍 這個已經對於地球的整個影響 都非常之大 因為當你發現有這種生物的時候 或者有這種細菌 你可以把它剩回山 恐龍是其中一個例子 都不知道幾開心 你整個珠羅紀公園出來 不是喔 你說這件事 如果你看這段新聞 就應該這樣說 他在法國的實驗室裡面 他的科學家 真的想嘗試 令到他可以再次傳染人 這個不是老作他 他真的想做這件事 只不過他們去做的時候 動機只不過就說 咦 過了三萬年了 冰封了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 是純粹一個學術的研究 他不是想著 剛才我們第一節說 那個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 未必 未必是 肯定不是 只不過因為那個數量很少 他覺得就算我弄出來的時候 都不會弄死人 不過結果是做不到 其實最關鍵的 如果你用那個科幻小說 那個來說 就更加深一個 講到這個目的 因為當他弄回山去的時候 或者他可能會有些 做實驗的一些人員 都可能會受他的感染 或將他放入身體裡 實際上是很危險的事 放入身體裡做什麼呢 分分鐘可能是兩種 第一 可否影響人的新化轉變 或者另外一個 如果這個古老的生物 他可能會流藏了一種 叫做記憶的意識 那時候 你會不會接收到他的意識 當你接收到那個時候 你會不會明白到 很多年之前 這個細菌 他的記憶 你是用人的方式 接收得到 然後你將他記下來 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我想有不少的實驗者 都肯為了這件事去冒險 是 不過這個是一個科幻小說的題材 公佈了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用神秘知的角度 就是問 如果你說有做這件事 那會不會走多一步 就是說 譬如說那些所謂軍事機構 特別是所謂研究生化武器的人 他們有沒有想過 要在這裏找到一些菌出來 去復活它 又發現到 它可以用來感染人 就好像當年我們說的 沈陽七三一部隊 答案原來是有的 原來是有的 那是什麼呢 我們下次回來就告訴大家 是有的 有的 人有這些 解釋 開始 有的 但 這件事